其實你可以找那個關鍵的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第一個就是中央政府的 data.gov 那現在當然趨勢就是民主國家 就是什麼 所有東西都開放上網 所以你會發現data.gov 然後.tw就是台灣的 那如果說你的data.gov的話 就是沒有點.tw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 我記得這個data.gov 沒有點.tw的話 會到哪裡 對美國 美國也是資料很完整的 都把它放上去的 所以盡量我所有的data都放在線上 反正這樣子相對的 政府開放了 人民也比較不會有一些存疑 因為不會動手腳 比如說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反正我就上網 然後你們都知道了 很open的 那就不會有上下其所的問題發生了 那台灣其實也有一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們要做這相關練習 這開放資料裡面就太多了 那可以找哪裡呢? 找熱門的資料 有沒有進來的話 哇他這個幾萬種 哇太多了 其中的話 你可以翻熱門的資料 集這裡面就一堆了 熱門的話 大概有哪一些 比如說我們對什麼有興趣 地震 有沒有這邊都有 地震的話 還有什麼呢? 有感地震報告 還有停車問題 還有什麼? 電力公司的電價成本 他也公開了 所以如果你對於那個 到底未來那個台電會不會虧損 你想知道的話 或者是台電哪一部分的成本最高 比如最近不是有那個什麼 太陽能發電 到底成本多少 有興趣自己看一下 當然這個 不過隔行如隔山 對我們來說也是門外汉 不過至少啦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 至少說 就是至少你說話 有公信力的話 你至少要拿出有評有據吧對不對? 不然的話 你總不能說自己用猜想的 我都拿真評實據出來 OK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比較長期 他有分類有沒有 還有分地區 另外的話還有分什麼? 三倍券這邊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三倍券 到底是什麼情況的話 另外的話 你想要購屋有沒有 購屋遷徙有沒有 這邊也有啊 一堆的有沒有 像那個時價登錄有沒有 這邊就有了 那他給我們的檔案就兩種 一種是CSV 一種是XML 其實CSV比較好搞定 為什麼? 因為其實把它讀進來之後 再透過那個SPRIT就可以了 有沒有 豆點SPRIT 所以其實CSV的話 將來很方便 所以你回去也可以找一些相關資料列席 我建議是活學活用 有太多可以做的 OK 如果你做完了 甚至可以寫paper了 真的 可以把它當學術論文 學術來研究 真的 有時候往裡面轉 你會發現你知道的事情可能還會比別人更多 而且你說出來的話是真評實據的 我是因為我拿的是第一手的data 那我做出來的結果總不會有假吧 除非說政府給我的資料就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 如果沒有問題 那當然自然而然 我就知道說 比如說最近的房價到底是漲還是跌 然後各區到底漲還是跌 對不對 大家都其實還蠻關心的 或者說到底哪些地方漲哪些地方跌 你整體可能是跌也許吧 有沒有哪些地方剛好是漲哪些地方剛好是跌 OK 這也是可以從資料裡面找答案 那我們今天的話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全省郵局地址這個範例 25個檔 如果今天我的需求 我希望把這25個檔快速的合併成 一個叫什麼呢 O.TST好了 可是目前不存 以前怎麼做 以前你可能就新增一個 什麼 開個記事本 然後把它貼Ctrl-C Ctrl-V Ctrl-C Ctrl-V 也是一樣 25次就完成 可是問題如果 250個 25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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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這樣永遠做不完 對不對 而且如果每天做的話 你每天再來一次嗎 所以你每天的工作做這些就夠了 對 有的人每天就做這些事 但問題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你根本就一下的瞬間馬上合併完成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件事 要如何可以合併 那合併的話第一個 非常簡單 F等於Open 還記得吧 Open的話特別注意 如果說我今天三重的資料 假如不在什麼呢 不在我們根目的底下的話 那我可能需要什麼 把那個三重的檔案 放到這個SRC底下 再去開啟 那這個叫相對目錄 相對路径 就是我就不用告訴他這樣 但如果說我是絕對路径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路径是在這個目錄底下 有沒有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點選上面這個 這應該叫什麼 這個應該叫路径列吧 你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三重點TS列前面 然後加一個反斜線 那特別注意 理論上這樣子應該是 應該可以看得懂 當然會有個問題 這個反斜線 特別注意 在Python裡面這個符號 已經是程式的一部分了 就像雙引號有沒有 特別注意 所以如果說以後這個的話 應該是要把它變成拖一字圓 再加一個反斜線 所以這邊當然你要每一個都要加反斜線 否則程式會出錯 那為了說 假如說因為很多反斜線 另外還有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在這個 字串的前面加一個小R 這樣的話就不用全部加反斜線 這是一個小技巧 那這樣的話 第二行就是我把這個三重點TS列 把它用Read Read到哪裡 Read到S 那我就把它print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三重點TS列 把它讀 讀過來 全部讀過來了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應該就是可以讀了 但問題來了 讀完之後我怎麼寫 怎麼把它寫出去 那寫的話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可以用Write 什麼 所以 後面部分的話 其實我只要把它改寫什麼 我只要把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的檔案 全部都一個一個的讀 一個一個的讀 一個一個的寫 一個的寫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我要合併的這個目的了 所以第二段 那這個當然程式比較冗長 所以我就直接放在哪裡 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底下 請各位看一下 二十一頁這裡 剛剛這三行就我剛剛寫的 那底下的話 因為我要合併 所以我們有二十五個檔案 所以二十五個檔案 勢必我需要有二十五個有沒有 檔案名稱跟副檔名 檔案名稱跟副檔 我可以怎麼 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 用FOR回圈去讀這個 這個串列 然後第一次就讀到0 就讀到那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其實這一行有沒有發現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剛剛的Read 那Read之後的話 我要把它寫出去 關鍵來囉 寫出去的地方在這裡 寫出去的話就是 我要產生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的話 它叫O.TST 可是特別注意 我這邊有特別用紅色的字標注 我們不能用W 之前用W 那為什麼不能用W 主要是W是複寫模式 A的話是寫到 要往下寫 Append模式就對了 OK 然後我們Read的時候 就把這個C 它也可以用S 我剛剛用這個C 把它寫出去 但是特別注意 後面我多加了一個換行 為什麼多加個換行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每個檔案的最結尾有沒有 它其實都沒有換行 不然除非說你自己要在這邊 多按個Enter 它就 如果你沒有這個換行的話 它變成那個第一次是三重 下一次如果是中立的話 那中立的第一行 會放到三重的最後一行後面 它沒有換行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就是在這個層次有沒有 後面多加一個這個換行 OK 那這樣子 OK 我來試一下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這一段 當然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 至少要先知道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 那因為我這邊的路徑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們等一下要改幾個地方 這個路徑 這個是可能我其他地方上課的電腦的路徑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要把它改成哪一個 改成這邊 我們下載有沒有 點上面一下 把它複製一下 就是c疊底下的users的 底下的這個路徑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到這裡 OK 把它貼 OK 好 那還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直接open的時候 後面這邊 直接一個反斜線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將來 假設要跟別的資料做串接的時候 那這邊記得 要把它改成兩個雙 就是它最後那個 它R的這個功能 這個地方的部分 它就沒有辦法幫你這邊 多加一個反斜線 所以後面這邊記得要自己手動再加一下 否則會出錯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可能比較特殊 那我們就是先把什麼 三重先帶過來 然後讀了之後呢 把它寫出去 用A模式 把它一直寫一直寫 然後呢 每寫一個後面就加一個換行 最後合併完成 OK 所以這邊用一樣的方式 我把這個 把這邊把它複製 這邊把它貼過來 OK 存在根本目底下 叫o.tst ok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程式並不多 大概就是這麼幾行 有沒有 可不可以完成呢 試一下 知心 OK 合併完成 我們再來看一下 根目底下有沒有叫o.tst 對不對 可以把它點開來 三重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中立了 中立 如果我剛剛 假如我先刪掉 假如我剛剛沒有多加這個換行符號的話 我要再執行一次 你會發現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那個o.tst 這個裡面的中立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說它的第一行 會放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就怪怪的 所以呢 為了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那我就怎麼樣 在這個append 要把它什麼寫出去的時候呢 後面就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跟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還蠻快的 就很快的嘛 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有沒有 o.tst 就ok了 86k 等於是把這裡下的東西 全部合併成一個o.tst 但是呢 可能就有同學會 會說 老師這個地方有一個地方 我可能 覺得還是有點不太方便 什麼地方呢 因為 這個上面有個list 那這個list 怎麼變出來的 當然呢 如果你實在是 沒有更好的方法 這個變成你要自己send 做一點前置作業 怎麼作業呢 就是把那個目錄裡面的一個一個檔案 檔名 分別把它做成這樣的一個形態 ok 可是你想說老師這樣很麻煩耶 對不對 如果現在25個檔我還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如果今天有250 2500個 那今天瘋掉了嘛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可以產生這一個創立 ok 那其實等於要交各位幾個方法 這個東西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不用說自己手動的啦 ok如果自己手動那完蛋了 那根本這個有點像寫成是有點像半套的 不是全部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你們可以參考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單元的第21頁 好